好 歡迎收看今集的靈異邨 剛剛臨開始之前 每一段時間就reboot了一部機 所以大家等一下 大家補給你們 我好多東西想和你們說 我想和你們說什麼就記下來 你知道距離星期四 經過五六日 一 四天 就立刻有東西想和你們說 我寫著寫著 搞到我很掛念你們 很多東西想和你們說 怎樣 見到美美 阿Wing refresh 請大家refresh頁面 就見到我了 如果見到我的朋友 就打這個字 叫他們refresh 他們就懂得進來找 我見到你們 我就很開心 但是最近的新聞就不開心 上一次就有個新聞 就是是不是殺了少女 聽到就已經是 這些新聞就不太好受 很多人就是過世 剛剛就說 智叔過世 智叔過世 我都很難受 有些人 譬如阿達哥 譬如我沒有和他接觸過 我知道他是一個資深演員 但我覺得我沒有和他接觸過 我知道他是一個資深演員 他很軟識 但我沒有刻意去說很多 因為我不認識他 就抽他水 所以我就沒有說 但是智叔過世 他真的那一刻都很震驚 我其實看到新聞那時候 Hello各位 我知道 我看一看 我知道 剛才你們很早 誰是第一 我只看到買一賠十 如果直播 賠死你了 我立刻想帶你我買 是否是mini van 總之買一賠十 我買 智叔離開是很難受 他太太入院的時候 還說他是A加病人的訪問 我覺得不太對勁 雖然他表現得很自然 很正面 但是我突然看到敏兒頭髮白了 我不想抽水 我說明我跟敏兒是不熟悉的 他是前輩 但是突然覺得 他頭髮白了 我就想 那是不是不太樂觀呢 因為 因為他是不是很擔憂 所以就頭髮白了 但是我沒有想到那麼快 那麼快就說他過了身 我跟智叔也是有相處的 因為他是一個 那時候在TV很多年的前輩 我有拍攝 我新人的時候 有一次導演要我做個古裝的角色 很妖媚的出來 就是一個眼神掘過去 很凶狠的 我做得不好 導演就說 你不夠凶狠 剛好就因為要拍打鬥的東西 去設定 等一會再拍這個鏡頭 那我就有時間想一想 我怎樣去做 凶狠一點 死了 那我已經很用力了 眼神都不凶狠 那我當時 智叔就在那裡 他很安靜 他是不太說話的人 很友善 他不是說 他不說話 那我就走去 我說智叔 不好意思 我是新人 我想請教你一個問題 我不明白 怎樣去做一個 凶狠的眼神 他是一個很聰明的人 你猜他怎樣回答我 這個我真的很想和你們分享 這個人很聰明 他的表達能力很高 他笑笑口 很慢的語氣地跟我說 你沒有一個放鬆的眼神 你怎樣有一個凶狠的眼神 我馬上明白了 即是怎樣 鏡頭拍攝 Action 你一挖他 死了 你當然是不凶狠 你Action一拍攝的時候 就是很柔弱 空狠挖過去 那你就會凶狠 原來是一個很簡單的 所以 就是這樣 成功了 那一踢就能做到 一踢就能做到 他說完一踢就能做到 智叔真是謝謝你 這條形狀 這條形狀 很多東西都是 我打學的路 很多東西都是 你要有一個演變的對比 你就要做一些對比 我後來就做到 都是一套古裝 那一套就是要我做一個很刁蠻的小姐 所以就是 微夫人回到三角 另一個大夫人 哭虎哭忽的時候 我特意拍了一場去看 我就看看你有多哭虎哭忽 我稍後就有一個對比 我就是要做得多刁蠻 你不是多難做 有很大的對比 有一個戲劇感 他一句說話 我用到很久很久之後 甚至乎在工作上很多東西 我就知道 比如客人他要買東西 他要覺得底 你要有個比較給他 你要做這件事給他 雖然我們生活中就明白 但戲劇的時候 他要說一句我就馬上通了 人生道理很多都是這樣 就是自慰人士 譬如 當大家慎疫情 疫情啊 什麼什麼什麼的時候 但如果不是這個疫情 大家怎麼會這麼多時間在家裡 怎麼會跟家人的關係改善了呢 這個疫情 村長是深思的字 我有寫下的 我有寫下的 我有一天探飾 因為最近天氣開始熱了 你們戴口罩是否辛苦 如果你們要戴口罩出去 是不是很辛苦 那麼熱 我就已經探飾了 唉 我又懷孕了 就去到醫院生疫情BB 到現在 村B10個月了 我還是戴口罩 還要戴到什麼時候 即是有一下 突然下降了下來 但是 我又覺得 你不可以經常想一些不開心的事情 是不是 那我就想回 那在這個疫情裡 我有什麼得著呢 在這個疫情裡 村長 就是有一個人生的得著 即是錢賺不完 很多事情很重要 令到我 就放多了時間給村B 以及放多了時間給你們 因為你們是人 你們是活的 你們是真心支持我的 所以我最近就放多了時間 在你們 照顧搜集 想很多新的事情 其實之前 你想想 我也是有 特意拍一些 整曲奇餅 放YouTube 是不是 我真的和你們交通多一點 都會保持住 放心 所以呢 我就是 又發了一個夢 今天有一個夢 夢到有一間廟 這間廟 是我以前經過的 我記得 是進去一次 那我就想和你們說 你們 我不是經常叫你們 有些什麼事 發送短訊 到我Facebook page 有時候有很多村民 隱形村民 不是在這裡說話活躍 但是Facebook page 有找我 有時候他們問到我 生死問題 有時候我回答不了 我不是不想回答 而是占卜都給不到答案 其實他都知道 可能我親人 已經是末期癌症 就算你問的 陀螺牌 都可能是很沉重 或沒有奇蹟的事 我無論怎樣回答 都不會令到你好過 我不懂回答 那村長 有時候有這些人 我其實很緊張他們回答 我沒有回答 因為我覺得 無論回答什麼 都是釋懷不到 那你知道村長怎麼做嗎 村長過往沒有說 那我今天告訴你 我其實有時候 路過廟 尤其是我上班那裏 我都會 裝著香 還神燒些東西 或者放些香油錢 就裝著香 又祈求自己開單 又祈求自己有了 村B就平安出世 有時候幫你們祈求 有一期新娘說他病 有一期有一個 就說爸爸病了 有一期有這個病了 那個病了 其實我每一次上香 我都順便忍不住 開一個 夢到一個廟,我很想去,我打算這陣子也會去 就裝回住香 我突然想起,我幫你們也裝了 如果你們這陣子有什麼,遇到不開心事,不順警示 因為現在疫情 你們說村長,我想裝回住香 我家人怎樣怎樣 關於病病痛痛的 因為遲了開始 現在我計算了9分鐘,我補給你們的信息 如果你們有這些情況,就在Facebook頁 告訴我 放心,有時候我沒有回答你太忙 忙到爆了,但我看到就知道了 我去上香的時候,我會把所有訊息都推出來 我的心就會向你們祈求 例如我跟阿欣向祈求 誰有祈求,我一次就會幫你們上 可能有錢很便宜 村長不是有錢人 但我覺得誠心就可以了 其實我會做這些事情 所以某程度上,我心想我都不太出色 因為村民都支持了我很久 你們這些所屬面 有很多隱形村民都說 我不出聲,其實我有看你 我多謝你們 其實我心裡都想為你們做些事 這些是很輕行的事情 不過如果你們有的時候 你們就告訴我 我去開廟上香 我會幫你們站起來 再說完 好了 繼續我們的靈異村節目 我很多事情想跟你說 我全部都寫下 整整整整整整整 我很沉氣 我想跟你說 其實我有幫你們上香 如果你們再有這些問題 我占卜未必能回答你 即是時也命 那些我便 緣份是到了 是時間到了 那怎樣回答呢 就是這些 好了 除了夢想香 哎呀 剛才又是還有一件事 你們都要很小心放寵物 就有一些 經常都發生的 你有沒有發覺現在 寵物不見了 你要找回去 就要給籌期付錢 給幾千元 重籌、薄籌 才能找回一隻東西 其實我朋友 真的有個經驗 就是 偷偷你 玩手機放在狗的時候 或者偷偷奪走你的狗 然後等你找兩天 貼錢 它才會給你 所以請你們 把寵物仔 當自己是小朋友 小心點 管得緊一點 無謂 當然 如果遇到好心人 就很好 無謂不小心 遇到賺食的 就不太好 好 想跟你說 哎呀 那些邪門東西 開始了 好 入正題了 靈異春入正題 就想說 拍很多靈異電影 都有古靈精怪 少許古靈精怪的事情 當然有發生 即是你說那些 其實以前薑絲先生 或者是以前拍的那些 劉南光都說過 我也有問他 他就沒有什麼記性 整天說沒有 但是偶爾爆了一單出來 就很厲害 即是那些 他睡棺材 有古靈精怪的 其實鼎爺也有說過一些給我聽 還有 還有一個 都流傳得很厲害 其實我是知道誰 不過我就不能開名 以前有一個前輩級的女藝人 都紅的 就是要她睡 不是 那個戲就是拍鬼片 那個呢 有個棺材在裡面 其實是拍攝 就有用的那個地方 那個棺材不是戲劇的道具 是真的那個村 人家那些祖屋裡面有個棺材在這裡 人家的棺材是有歷史的 是一些歷史東西來的 那個女藝人自己 就跟她們在這裡玩 吹水 就說 你敢不敢睡下去 那些帽子 可能跟她說死 你敢不敢睡下去 她說什麼不敢 我百無禁忌 她睡了下去 那她呢 就是自此 就是 一直都不紅了 就掉了下去了 那這個女藝人 後來就是有病 現在是有癌症的 我不知道她 怎樣 但是我聽這個故事的時候 她就這樣說 以前的時候 做了這件事 很邪門 我覺得 怎樣都要 尊重 是要小心 我聽過這件事之後 有鑑於遲 我當然都要小心 謹慎 但是我最近有搜集資料 就看到 原來拍過一些 德州電鋸殺人狂 鬼驅人 那些 原來他們 是有很多 那些演員不知道 其中有一幕 就是在一個泳池 有一場戲 可能我上當年的科技 有些搞笑 我們現在可能看得到欺笑 但是 泳池上水的時候 旁邊有很多骷髏骨 當然你是演員 你會以為這些骨是假的 但是拍完之後 那女演員才知道 原來用的全部都是真人骨 原來他們是找不到 一些比較靚仔的假骨 所以 當時去了一間 真的租借人骨 給人做醫學實驗的商店 就租借了這些骨 去拍這個戲 那你不是破壞了別人的骨 是不是才浸過泳池水 然後拍了這個戲 所以 他們在拍戲的期間 就是拿那些骨來玩 拿那些骨來嘻嘻嘻 原來 都很糟糕 拍這部戲的有份 有一個女演員只有十二歲 但是我看到她介紹也有點恐怖 因為她以前的男朋友十二歲 就有前男友 就是跑去勒死了她 前男友也是判了四年 拍這部戲 還有一個道具公仔 這些鬼片 不是有一隻公仔的東西 出來捏死你嗎 有另一個小朋友 就是 要假裝被這個道具公仔 捏死你 誰知道 原來真的卡住了她的頸 你不知道 你在拍戲 以為她是戲 誰知道 直到她的臉 開始變紫色 而且她的樣子辛苦得太過真 導演發覺不對勁 就叫咳 就看看她 原來真的勒了她 勒到她 差一點點 於是 林毅就救回她 但是就是很奇怪 因為這個演員 這個小演員救得回 另一個十二歲女演員 都是被勒死的 都很邪門的 所以就是說 同一個系列 即是拍完這套戲 他們會再開拍 還是怎樣 還會有第三個系列 有一個演員 就是拍過Fina 就是做印第安人的 走來 一下子頭 然後下降 又有另一個演員 又好像印第安 原來那些扮印第安的演員 就真的是印第安人 真的是 真是色色的巫術的人 真是找這些人才像樣子 還有請教他們的東西 那個演員就知道 他們這套戲的人 就之前拍過 那套戲 就借了一些真人骨來浸泳池 他就覺得很邪門 他就不想跟這套戲拍 因為他是印第安人 他們就相信一些詛咒 即是你玩到那麼盡 原來借這些骨的公司 你這樣拍攝我都借得給你 當然很多人都可以借 那你隨時有很多邪教徒 來租借這些人骨來做儀式 那些骨可以到處流傳 即是mini van你又亂過 新娘你又玩過一遍 那是不是很邪門 即是誰擔著煙 很不敵 又捧過一遍骨 然後 給你摸一下 真的 大哥 你不怕我很怕 他就類似這樣的情況 所以那個人是不想接拍的 但是後來 不知道是否那些導演劇組 很有說服力 叫人拍戲 當然有說服力 他就搞定了他 就拍了 拍了之後這個演員 後來就過世了 所以我也很奇怪 有做無私的演員 挺好看的 好位真 拍了那麼少 原來他已經不在了 所以 就是說 拍這些戲是有些邪門的 你會問 為什麼會這樣 喂!Hello!阿梁 終於看到你了 為什麼會用這樣的真的東西 你看看 那個烏箱 用真槍 真的便宜一點 又很逼真 但是當然是有意外發生 這些就是很多邪門的事情 所以 他們那些電影 那些詛咒 因為其實這部電影 我今天去看的時候 他列了很多人 都是有意外死亡 還有有些劇組 有些副導演 工作人員 其實 後來都是意外過身的 但是問題是 因為他離開了一部電影 一兩年或兩三年後過身 我覺得如果離開一部電影 兩三年後 有可能是意外 有可能是他們 有長期病患 這些我又不太知道 所以我就不太敢下定論 但是剛好 那道具 勒到一個小孩 而你有一個小孩 就被人勒死 都是勒死 這件事 我覺得是很巧合的 再加上 你有人骨事件 原來除了人骨之外 他們都有很多 古靈精怪的東西 就是拍攝時 但是 因為當時 鑒於 製作電影 花了很多錢 是不能停工 所以他們都要肯完成 很奇怪 你問我 他們是很經典 因為他們不算很收到 撲門撲門 但他們就成為了 很經典的鬼電影 這是為什麼呢 因為當有真的靈異事件發生 就算是今時今日看多少次 我們都會無骨悚然 所以它是很經典的 但那一刻是否真的大紅大紫 未必 所以這些 今天想跟大家說一下 拿真骨 你知不知道 那個提供短 在很多年田的時候 在美國 因為有些場景 海道 有些人骨 都真的去租 都是拿這些回來 所以 為何有鬼故事 就是這樣 都市傳說 有一件事 村長從小看過 都覺得很耐人尋味 在我小時候 除了看第四度空間 第五度空間之外 我以前中學的時候 都見過很多恐怖 說恐怖古靈精怪的書 也有說過 在美國有一個地方 有一個很深的洞 這個洞 相傳是無底洞 甚至出名到 近代伊藤潤爾 都畫過這個洞 漫畫的題材 都有用這個洞 想當年 很流行的時候 寫這些書 即是有一個空間 第四空間、第五空間 你一跳下去 的人消失了 很多年後 看到這個人出現過 又消失了 但他的樣子沒有老 這些就是那時候 第四、第五空間的橋段 但是這個洞是很特別的 他說這個洞 就是他們發現的時候 在一夜之間出現 當他們看到這個洞 大家附近的 附近的人 就不太多 你知道他們是外國地帶 木博 不是住到我們香港 物質質的 但他們很好奇 這個洞很深 怎麼知道 就嘗試把它投放了一顆石仔 看下 看看 發覺串起一顆石仔 一直跌下去 跌到遠處 也看不到靜止的聲音 發覺 哇 這麼深 這個洞多深 於是 人們由從黑入 沙漫的 ying 開始 把卷繩 綁著一顆圓 放繩 怎料放了很久,完全是不到底 查不到她的多深 开始人们就是,咦?这个洞都不到底 人们就有些丑陋的,那些叫什么呢? 贪念又不是贪,不过都有得益的 就是大家开始将自己不要的垃圾 因为其实人家外国垃圾要分类,要回收 那些人开始在堕性,将所有垃圾丢进去 其中有个人,那只狗死了 他就将一只狗,这么大一只狗,我都免得处理了 一下子就拋了这个洞里,扔了它 扔了这个狗之后,打后人们发觉 哇,动物丝体扔下去,是的,我都处理了 因为动物丝体你不可以就这么处理 那些人开始将死了的猪牛羊都扔了下去 动物丢下去,垃圾丢下去 大型傢俩扔下去 扔下扔下扔下,就是连那些车 因为连召架车去拿去废尺床的汤都烫 整架车扔下去 接着,那些人将一车车的建筑污租物料 都扔过这个洞里,倒下去了 好了,后来呢 就是,都是传说的怪事 就是,在最初很开头发现这个洞里的男人 其实他在附近,在这些回收场做事 他自己就住一届,像旧的巴士 在巴士座,有一只狗 就是他死的那只狗扔下去 有一天,他出奇地 就看到这只狗 翻生地在他自己的屋面前走过 他就去确认一下 咦,这只狗对我摇头这么熟 就去喊一下 那只狗,喂,是不是你呀 怎料,这只狗认他,走回来 居然是跟他死的狗一模一样 他就很深思 我的狗,是不是扔了这个洞 他就在另一个空间翻生,会回来呢 所以,在都市传说,就有这个洞 我一直都念念不忘这个洞 我一直都念念不忘这个洞 我到现在都觉得非常神秘色彩 究竟是否真的有这个洞 我上网搜查的时候 有人相传在美国华盛顿州 真的有一个地方 就是这个洞的所在点 但有些人说 我们也有找过这个洞 是很深很大的,但相信并不是无底 附近都没有住宅 什么人都没有 但是这个洞大到 就是地球搜索 搜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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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不到底很深的洞 就是 有些科学家就说 这个世界是没有看不到底的洞 怎么也有的 只不过可能是在深处的时候 沙石冲走了,或者地壳的变动 是很深的,你不知道而已 但是这个都市传说很神奇 就是曾经有一个神秘的地方 有一个深不见底的洞 它里面有一些 很神秘的力量和空间 那些东西掉下去就会出现 那时候 骂到沸沸扬扬扬扬扬 我今天研究很多UFO的东西 有可能的洞底 下面 其实就是一些UFO 躲在下面的地方 就是窥探我们人类 作为基地 就是偷窥我们 偷窥我们 偷窥人类的洞 所以 就是当 那些人 扔那些动物尸体 下去的时候 他就 接收了来 研究 然后将它 翻身 放上去 还给他 我研究完了,多谢你 还给他 有些人就这样讲解 那你说 村长 你这个 就很神奇 就是没有 一个实质证据 传说 但是西西里岛 是真的有的 不是洞 西西里岛 是很有名 有鬼火 有很多家庭 是无端端会 着火 那些电器 是会着火 那你会说 那些电器 弄得差了 那些电器 关掉了电制 拔了电 断了电 那些电器 都会无端端着火 令人百思不得其的 经常发生这件事 那 为了有些人 到最后 为了要查明原因 就去详细检测 那里 详细检测 就发现那里 有些频率 有很多不同的东西 有些微波炉 那样的东西 在他们那些屋附近 那里 经常出没 所以他们的东西 自己会着火 那那些东西 那些人就说 就立刻明白 是因为 拿来的UFO 做了基地 所以 不知道他们是否有 合作的UFO 所以 那些电器 就会常常出现 蒙明火 也有人 就是说 在他们 常常看到天空 都是有不明 非行物体出现 即是出现得很密 所以 但是他们 那些人 很神奇 一看到这样 就祈祷了 看到神 他们觉得那是神 就是觉得 一定是神的征兆 就没有觉得很UFO 一定是 就是神给我的天衔 但是 其实 很多人 他冷静去分析 就说 只不过 是UFO很喜欢聚集 而他们释放出来的 那些能量 就好像一个微波炉 那样 叮着了那些电器 可能是一些 你不明白的波长 那样 所以西西里岛 是真有其事 西西里岛 整天的电器 着火 无名火 今时今日都是 你最多有改进 是改了其他用品的电器 或者我现在不用传统那一只 我用了其他一只 可能好些 但是偶尔性 偶尔性 都有一些电器 会着火 到今时今日都是 你们喜欢 上网去看看 我当时看都看得 都很樽樽入道 因为我想了很久 是什么来的 为什么会着火 鬼火 后来终于找到 最有可能的答案 我觉得 都是附近有UFO 其实是有些影响的 因为 曾经有一个人 他说他见过UFO的时候 最恐怖的是什么呢 这个 就是他说 当时他在森林走 他看到有一只很大只 飞船停了 他走过附近的时候 他就觉得 好像榆木春风 很温暖 很舒服 他有这种感觉 原来就已经被人 请了上船 登上去 他上去的时候 问你们是什么人 他们就很恶然 看到 为什么吸了这个人 上来 但他上了船的时候 他就闻到 很强烈的尸体 苦臭味 然后 他们当时 就检测了他的身体 用个脑电波 去跟他说 他听得明白 他说 不好意思 你年纪太大了 我们不需要你 所以请你下船 他就下船 之后 就愚蠢蠢回家 然后突然 我忘记了 他说他催眠 还是怎么样 就记得这件事 听到他的口供 很恐怖 因为跟他说 你太大年纪了 即是年轻 会对他做什么 如果 所以 听到其中一个 这些传闻 西小里岛 也有 西小里岛 其他地方 美国 加拿大 俄罗斯 也有很多 这些 其实我不知 是否因为香港 光污染 其实我们香港 应该都有很多 这些离奇的东西 但如果你说 见鬼 就比见UFO 现在 好了 有一个鬼的经历 是有一次在酒店 遇到鬼 这个经历 我听这个人说 我觉得挺特别 为什么这么说 他说他有一次在酒店 遇到鬼 然后 之后 每次不小心想起 他就会遇到这个东西 那东西 有方法找他 究竟发生什么事 我是PART2 回来告诉你 待会见 PART2 见 亲爱的观众 是不是很想买 罗永恒令义邨的节目呢 方法很简单 冷静 听着 首先你在我们的网址 登入 你就要用Facebook 或者Email 登入 登入了之后 你就要选择 这个节目付费的方法 然后你在购买节目里 才选择 我的节目 就是罗永恒令义邨三个月 不要选错 阿Jan说明是选错了 不回水 选择了我们的节目之后 你就可以选择付费方法 分别你可以用PayPal Credit Card 或者银行入数 如果你用PayPal 或者Credit Card 基本上你一买了 就已经是直接 就已经可以随时 可以收听我们的付费部分 但是如果你用银行入数的话 你就要传回你的入数纸给我们 那我们就会帮你开通 是不是很简单呢 那还不立即行动